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鬼影追追追大變一大堆 一大堆 一大堆 我最早是寫軍中鬼故事 讓大家受到一點驚嚇 那麼最近呢我有聽到一個巨星 一位巨星他的一個伏兵役的一個詭異的經驗 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過去在金門 以前在金門兩岸還對峙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神秘的單位 大家知道這個單位 可是也不見得知道這個單位的內容 就是非常這個陸軍的海龍蛙兵 陸軍的兩棲徵收部隊的海龍蛙兵 在過去是一個非常神秘 而且只駐紮在外島的一個部隊 那我們這位巨星呢 他因為是上衛軍官 他住的位置非常特別 他住的位置是你想像海邊 海邊的側面有坑道 有坑道他必須爬下去 爬下去以後是大概一公尺的坑道 所以他只能蹲著 就慢慢蹲或是用趴的 慢慢爬大概爬要100公尺的直線 大概要100公尺的直線 從這邊進來到邊邊才有一個比較大的坑洞 那個坑洞是他的寝室 詭異了吧 這就是守衛海岸 這就是守衛海岸的特種兵的一個狀況 他的寝室 所以他每次呢 要這個進或出 他都必須要經過這100多公尺的一個長的坑道 那麼據他說 據他說當時金門整個環島 有很多這樣子的坑道 然後裡面都住著一個兵 或是一個軍官 然後緊急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群神出軌目的特種部隊 如果緊急的時候 他就會從那個海岸 啪就突然就冒出來 就不知道哪裡冒出來 這是他當時跟我講的一個狀況 有一天晚上呢 因為在過去那個年代 有一天晚上他在這個 他的寝室的那個洞裡面睡覺 然後就突然發現了 有那個燈光啊 有手電筒的燈光這樣 就是類似我們在走 你如果拿一個燈這樣直直的照著 燈不會動 可是你如果在走的話 你就發現這燈是搖動 然後有一天他就發現 欸 燈的外面有燈這樣照進來 他立刻就警覺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認為那是茶燒 但是他們這種特殊單位 沒有查燒這件事情 必須要先通過電話 你知道什麼狀況 對外聯絡 然後我們才決定 我要從哪裡出來研究這樣 他發現有燈 發現有燈呢 第一個就覺得不對了 有可能是魔哨 於是呢 立刻抓起來身邊的手槍 立刻抓起來身邊的手槍 在這個洞警戒起來 可是這個燈照一照照一照呢 你就覺得燈是往他的方向來 可是一直照一直照 一直晃一直晃 就是沒有向他靠近 那就是沒有向他靠近呢 他就有點警覺 就有點警覺 他就利用他的電話 用他們特有的訊號 不是打電話 而是把電話拿起來 用暗的 特有的訊號 通知其他的哨所 可是其他的哨所 立刻回電視 我們也有緊急狀況 這讓他覺得很緊張 覺得是不是對岸打過來了 好 就把這個手槍呢 準備要扣板機了 就是已經上場 準備要扣板機 讓那個第一發子彈可以隨時擊發 板機拉下來 靜靜在那邊等待 可是等了半天 沒有 接著燈光就熄滅 接著燈光熄滅 他就覺得更緊張了 因為燈光熄滅 那有沒有可能表示說 你前面進來的時候 為了要找這個路 你用燈去找到你要的路 可是你發現你已經看到我了 然後你就不開燈了呢 所以他就更加緊張 在那邊對峙很久 他也不知道對峙很久 他也不知道對峙了多久 一聲的汗 不知道對峙了多久 接著他就聽到坑洞裡面有跑步聲 跑步聲 當時也顧慮不了那麼多 跑步聲 好 他就覺得 應該是敵人往前進了 於是他就直接手槍拿起來 砰砰砰砰開了三槍 砰砰砰開了三槍 開了三槍以後 沒有任何聲音 開了三槍就沒有任何聲音 於是他就警覺性的 按照他所受的訓練 應該要有的反應 他就持槍警戒 同時還換了一顆新彈甲 雖然只開了三發 但是還是換了一顆新彈甲 然後慢慢地趴著往前 趴著往前進 趴著往前進 慢慢前進 等到前進到坑到頭的時候 等到前進到坑到頭的時候 除了外面的海浪聲 環境聲以外 沒有任何的聲音 沒有任何的聲音 於是他探出來以後 很警覺的探出來 四周確定 他的坑道口沒有任何的東西 沒有任何的人員靠近以後 這才放心的轉身爬回坑道 可是就在爬回坑道的時候 那是一個密閉單線的通道 他爬回坑道的時候 他發現遠遠 他的寢室的坑道 有燈 有微弱的燈在閃 那他當時的警覺就是 媽的被滲透了 可是怎麼被滲透起來 不知道 於是更加警覺的 更小心的 不發出聲音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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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往前 等到他已經快要看到他的這個寢室的時候 他發現那個燈真的在裡面這樣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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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在找東西或是幹嘛這樣 非常警覺的 因為坑道不大 非常警覺的就朝幾個方位 朝他認為的幾個方位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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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完了九發子彈 就開完了九發子彈 然後開完九發子彈以後 你要趕快確認什麼狀況 然後就趕快邊爬 就邊爬回他的這個寢室那個坑道 在這麼短短的瞬間 他受過了又兩個訓練 讓他知道說 這不大可能吧 因為這是一個單獨的坑道 我那個坑洞的那個寢室 沒有任何的入口 只有這一個入口 所以如果有人進去的話 那絕對不會是從這個正面入口 因為這個正面入口 我已經來回兩次 我出去一次 我又再回來一次 所以他回到這個坑道口的時候 就非常的緊張 到了坑道口 因為他認為的方向 這個認為應該如果裡面有人的話 他應該已經也不存在 也被打掉 所以當他 拿起來跟戰情中心回報 結果 戰情中心要他緩一緩 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叫他待命 大概隔了半個小時以後 戰情中心跟他回電 這個時候他才知道 他們當時在金門的外圍坑道口 十三個哨口 通通遭遇到一模一樣的狀況 但是沒有人 他講起來這個故事 雖然是他當年在金門當兵的經驗 但是這位巨星 身經百戰看過各種大場面 他跟我講的時候 還是覺得很害怕 鬼影追追追 大別一大堆 一大堆 一大堆 一大堆